松松兰,把嘴巴打开 你有三颗猪牙 哈哈,你也有一颗猪牙 还有哈小龙,你别笑 你只剩两颗牙 多刷牙,少吃零食,少吃糖 从今天开始,家里尽只出现任何甜食 好,现在开始补牙 又有了 等等 你们仨乖乖在家,不许偷吃 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哦,知道了 保证不偷吃 没有糖吃,就像地球失去了色彩 没有糖吃,就像比林星失去了能源 科学研究证明,血糖浓度太低,会影响情绪 再不吃点甜的,我会变成世界上第一只,得意义症的恐龙 哈哈,你想想办法,有没有什么职业可以让我们吃到糖啊 方黄,方黄,方黄我们现在一天都刷四次牙了,保证不会再有蛀牙了 有了,还真有一个职业,可以让我们吃到健康又美味的食物 哈哈,你这身衣服好奇怪啊,怎么穿得像宇航员一样 我现在是养蜂人哈哈,这件衣服是防止蜜蜂叮咬的防蜂服 养蜂人,那旁边这个又是什么呀,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养蜂蜜吃了 这个是生态蜂蜂,只要把这颗宝石放上去 整个蜂蜂的生态系统就会复苏 哇,好神奇啊 可是,小蜜蜂应该更喜欢大自然,我们把它搬到花园里去吧 好嘞,没问题 这个蜂蜂虽然从外观上看是透明的 但是对蜜蜂来说是看不到外面的 这样可以让它们觉得很安全 我们也能看到它们制作蜂蜜的全过程啊 我,我看到里面了 这,这是什么虫,这么大 这是蜂后,它开始苏醒产卵了 蜂后冬起来了,它是在生蛋吗 没错,它是这个蜂群中所有蜜蜂的妈妈 它剩下的其他小蜜蜂叫做光蜂 专门负责制作蜂巢,采蜜,酿蜜 我们吃到的蜂蜜就是它们生产出来的 快看,小蜜蜂在格子上钻来钻去干嘛呢 怎么,怎么还不去采蜜啊 它们现在在搭建自己的小房子呢 为什么每个小房子都一模一样 这叫蜂房,是小蜜蜂分泌出的蜂蜡 每一格都是六边形 这里既是它们的家,亦是储存蜂蜜的地方 哦,原来是这样啊 这小蜜蜂飞出来了 快看,这只光蜂发现外面的花朵了 它用舞蹈来告诉同伴们花朵的方向和距离 原来它们的舞蹈竟然是一种语言 真有趣啊 它们要去哪里啊 在不远处应该有一树开花的植物 小蜜蜂啊,采蜜去了 总算采蜜去了,我要去尝一尝 这,这小蜜蜂飞得太快,我追不上啊 这个好办,看我的,哈小龙,不用你跑腿 这只机械蜜蜂安装了微型摄像头 我们只要看这个 小蜜蜂采了好多蜜啊 蜜蜂是非常勤劳的昆虫 每酿造一千颗蜂蜜,需要进行几万次的采集飞行 赶集几百万多鲜花呢 勤劳的小蜜蜂 你们看,蜜蜂身上有很多绒毛,摘了好多花粉 到处传播呢 蜜蜂在采蜜的同时也完成花朵的兽粉 植物只有经过兽粉,才会结果实 怪不得水果是甜的,我也要吃水果 哈小龙,你怎么光想着吃好吃的 我们每天可以吃到这么多水果和粮食 都有他们的功劳呢 喂,如果我们把蜜蜂全部消灭 那地球上的植物,岂不是都要完蛋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操控 不行不行,我还等着吃蜂蜜呢 哦,对哟,我怎么忘了 我也好久没吃甜食了 好久,别担心的王在地下 我就放着蜂蜂,这就是蜂蜂的蜂蜂 和蜂蜂的蜂蜂蜂是蜂蜂蜂的 两个穿蜂蜂的蜂蜂 嗯 嗯 把蜂蜜收起来 嗯 慢慢好吃吧 鲜花子 蜂蜜的口袋已经没有走 嗯 不爱 蜂蜜还有味 蜂蜜 再多喝个蜜蜜 一样 又是一天 哎 蜂蜜蜜蜜蜜蜜 看不够好吃 哎 你们不要吃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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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上自己的蜜蜜蜜蜜了 嗯 哎 真是不错的美味 我们可以绑架蜂蜂 这样 他们只要想吃蜂蜜 就得听我们的了 怎么样 好吃吗 嗯 当然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蜂蜜 既然这么好吃 那你 什么 绑架蜂蜂 本蛋 你想想 只要有了蜂蜂 这么多蜜蜂 以后 就准备我们俩酿蜜蜜了 哈哈哈 好办法 哈哈哈 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好 蜂蜂不见了 蜜蜂女王 以后我就是你的主人了 你快给我多生点小蜜蜂 多酿点好吃的蜂蜜 多酿点好吃的蜂蜜 他们一定是去找蜂蜂了 快 我们跟上他们 蜂蜂 喂喂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奇怪 他怎么不理我 妈呀 小蜜蜂找妈妈呀 我跑 救命啊 救命啊 不行我要偷你们妈妈呀 我只是开个玩笑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妈呀饶了我们 我以后再也不吃蜂蜜啦 哈小龙 原来是你偷走了蜂蜂 怪不得蜜蜂都要盯着你呢 我再也不偷蜂蜂 也不吃蜂蜜 还 还不行吗 嗯 这小蜜蜂也太可怕了 他们虽然很小 但是又勤劳又勇敢 千万不能欺负他们哦 嗯 不敢 我再也不敢了 嗯 最近牙齿保持得不错 看来可以奖励你们吃颗糖 你们看 这是给你们的特别礼物哦 怎么样 开不开心 爸爸 我们早就不吃巧克力了 给哈小龙吃吧 我们俩有更好吃的东西 啊 你们说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吃 太可怕了 这个哈小龙活该 奇怪 他们真的不爱吃糖了 医生 孩子们不会生了其他毛病吧 蜂蜜做的甜点 营养又健康 实在太好吃了 嗯 对了 吃完甜食不要忘记刷牙哦 有好牙齿才能品尝更多的美味 还有我们也要像小蜜蜂一样勤劳又勇敢 不吃 不吃 坚决不吃 别任性 小孩子要吃蔬菜才会健康长大的哦 妈妈 妈妈 就算不吃蔬菜 我也能长大到七岁的 你 懒懒 挑食是不对的哦 爸爸 我们人类进化到食物链的顶端 不是为了和食草动物抢这些叶子吃 好吃的东西多了 比如香肠炸鸡烤肉 还有 还有薯片和冰淇淋 就是 你们不把这些蔬菜吃完 今天断网 手机没收 你们这是危险 我在追的剧今天会更新 我要收集笔菱形复原的资料 这才是乖孩子 要全部吃完哦 哦 蓝蓝 你怎么了 我妈妈每天比我吃天下第一难吃的蔬菜 看去整个人都变绿了 我爸爸也要我每天喝牛奶 我又不是小牛宝宝 我讨厌胡萝卜 可是我奶奶做的每个菜里都有胡萝卜 我又不是兔子 这你就不懂了 蔬菜是这个地球上最好的食物 自然健康爱护动物 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 如果不是家里人的阻挠 我已经成为一个素食者了 我 我除了不想吃米饭 其他什么都喜欢 可 爸爸妈妈非得让我吃米饭 我又不是饭头 我 我们比灵星可没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零食 尤其地球上的薯片是我的最爱 可是妈妈总说是垃圾食物 有这么好吃的垃圾 趁在地球上的日子不吃白不吃 哈小龙 你别吓头热闹 我们比灵星人只吃一种补剂 就能提供身体的全部能量了 可惜地球上没有补剂 但是有丰富的食物 功能是一样的 就是吃起来麻烦些 看来我们要成立一个难吃食物的反抗联盟 我加入 我也加入 我再也不想吃胡萝卜了 我加入 我也加入 好吧蓝蓝 难得你有一个决定可以吸引到我 我就勉为其难支持一下吧 可是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哈哈你是外星人 你不懂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秘密反抗一下难吃的东西 这样才对 来妈妈再给你装一碗 今天蓝蓝吃得这么干净啊 真乖 今天蓝蓝吃得这么干净啊 这一周我总共才吃了三根菜叶 我一口牛奶都没喝 我把胡萝卜藏在杯子里 你看都发芽了 成功瘦身五公鸡 我把大鸡腿给小狗吃了 在地球上的感觉太好了 特别是在厕所的时候 很好 很好 难吃食物反抗联盟 初战告捷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来想想办法 大家静一静 我现在作为营养师哈哈 希望你们停止这种错误的行为 在你们丢弃的这些食物里 有着不同的营养 不喜欢的食物我们不吃 这有什么不对 可是你们地球人非常需要这些丰富的营养 我们吃的其他食物里也有营养啊 只是口味不同而已 是啊哈哈 我们地球人可跟你不一样 而且像我这样的天才少年 别人吃什么我也跟风吃什么 一点创意都没有 说得太对了 我就不吃饭 可是哈哈 你就别说了 难吃食物反抗联盟 一定会继续努力下去的 那好吧蓝蓝 不过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我要做一台特殊的机器 元素分解体取机 这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保密 不过用不了多久你们就知道了 蓝蓝 我还有一个小请求 希望你们可以把每天不吃的食物通通给我 我想进行一点研究 没问题 蓝蓝快点 我们要迟到了 拉 拉不出来 来来 你上个厕所怎么跟做实验一样 也太执着了吧 最近这是怎么了 老是变迷和感冒 实验课刚刚结束 对不起 我最近不太舒服 其实最近我也情况不好 我的牙齿掉了 一直都没再长出来 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了 你们没事吧 你们没事吧 我就是有点没力气 一定是最近带用功 没休息好 冬瓜 你真的瘦了 可是看起来有点奇怪 减 减 减肥成功 耶 喂 喂 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怎么都生病了 看来最近大家的身体都不怎么样呀 只有我越来越强壮了 你们谁帮我把饮料拿过来 带根吸管啊 我知道你们得了什么病 这是我为大家特制的神秘药丸 只要听我的话 每天按时服用 每个人都能恢复健康 真的吗 真的吗 来 根据每个人情况的不同 你们需要的药丸也不同 兰兰 这是你的绿药丸 杨烟 你的是白药丸 诸葛聪明是黄色药丸 冬瓜是黑色的 司马晴空的药丸是红色的 还有哈小龙 你的药丸是蓝色的 记住哦 每天吃饭的时候吃一粒 身体就会好起来 嗯 哈哈 你的神秘药丸真的很有效 我们身体全都恢复了 哈哈 你这台元素分解机制造的药丸还算不错 就是味道不怎么样 我正在考虑帮你的分解机升级改进下 但是我还是没弄明白 我们怎么会同时生病又同时恢复呢 其实你们并不是生病了 而是缺少营养 而是缺少营养 缺少营养 我们吃的一点也不少呀 虽然大家每天都吃的很饱 可是因为挑食 导致你的营养元素单一 久而久之身体就会提出抗疫 这些药丸其实一点都不神秘 蓝蓝不爱吃蔬菜 缺乏的是维生素C和纤维素 造成的结果就是容易感冒和便秘 羊腌不爱喝牛奶就会发晒太阳 所以缺少的是带质和维生素病 会让你的牙齿和骨骼色都流下 这是从布萝卜和其他黄色树果里 提出出来的维生素A和液黄素 少了它眼睛就会出问题 中华为了准备一支米饭 缺少碳氏化合物 这会让你四肢无力 反应有食物 而司马其中会因为吃素 缺少的是肉类中的蛋白质 会造成免疫力下降 阿小龙 人问题最严重 因为只是垃圾食品 所以什么都缺 而且还会发胖 这是虚胖 不要误以为是强壮 原来食物里的营养 有这么大的学问 看来少吃哪种都不行啊 没错 靠这些药丸只能一时缓解 真正的健康还是来自于均衡饮食 当然还是要适当运动 但是哈哈 有些东西我们真的不喜欢吃 可怎么办呢 我有办法 哇 太可爱了 还真是什么食物都有呢 各种营养都齐了 胡萝卜做成了花朵的样子 看起来真好吃 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作为一名营养师 从食物的营养 口味到美观 都有合理搭配 这样才能让小朋友快乐地收获食物里的宝藏 来吧 我们一起好好吃饭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